最近在追于正新剧上市 被里面五花缭乱的美食真修给惊艳到了 无尽言和徐凯的搭档依然是当之无愧的王诈组合 整体来说 剧中女性角色大都是事业狂 譬如聪慧沉稳的姚子津 一路过五观展六江 终于达到厨艺巅峰 还同时拥抱了事业和爱情 也正如发誓要成为一代名厨的苏月华 却在羡慕极度恨的光环下 渐渐迷失了单纯的本心 与姚子津的塑胶花姐妹情一去不复返 而何瑞贤饰演的英子平从小出身卑微 但她心怀梦想 差点黑化成为了女主角姚子津的对手 大结局终于迷途知返 曾经给谭松韵当女配角 演艺里尖尖好闺蜜的何瑞贤 这次却化身最励志上市英子平 一个从卑微中走出来的韩文凤凰女 三个有颜值有潜力的上市当中 姚子津身藏不露 苏月华附黑心机 而英子平才是真正的人间清醒 她内心从不轻易服输 而是努力地修炼烹饪之术 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 起点最低的英子平 从小出生在盖户之家 处处受尽冷眼和歧视 她发誓要混出模样来 后来在命运的安排下 英子平得到了入选上市的机会 她灵机一动决定冒名混入宫 结果成功实现夙愿 在后宫当上市的日子并不轻松 英子平凭借着高情商 在风鬼云爵的名利场傲然挺立 成功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风雨 英子平也默然发现 身边的姐妹们个个都优秀出众 大家卧虎藏龙 职场竞争对手不少 尽管她野心不小 但性格仗义爽朗 能够帮忙的时候绝对不会退缩 从而赢得了姚子金的信任和欣赏 但精明事故如她 深知想要最后脱颖而出 除了需要具备实力和才干外 还要拥有强大的人脉资源 在名利的诱惑之下 英子平变得不淡定了 她渴望绽放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锋芒 碾压闺蜜姚子金和苏月华 从一届辩论高手道富黑心机女孩 英子平不再像之前哪那样纯粹了 她差点因为利益害了姚子金 姐妹情险些变了滋味 然而 女主角姚子金用真心诚意打动了英子平 让她坚硬的内心开始有了触动 方才明白人这一辈子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不是虚无缥缈的名利和位置 而是一颗至真至纯至善的心 都说 事事是一本耐品的书 你需要一页一页翻开看 看到了众生的喜悲 也看到了自己的酸甜苦辣 差点迷失初心的英子平 最后迷途知返 她坚守住了内心深处的善良和厚道 最终成为了惊得起时间考验的挚友 虽然英子平是没背景 没资源 没家世的寒门姑娘 但她的坚韧和勇敢跟姚子金如出一辙 人生最高级的成熟 不是精明圆融 而是知事故而不是故 立事故而迷天真 用淡然从容的心态笑看花开花落 电视剧上时正在热播中 该剧是由徐凯和吴锦岩等人领衔主演 主要讲述了大名皇家广招天下刨除 入工作善事期间所引发的一系列故事 女主姚子金自小被许做太孙妃 奈何天意弄人 本该属于她的位置被别人夺走了 但她和皇太孙的缘分没有就此终结 反而还因她的入宫俩人再续不解之缘 随着故事的发展 剧情可谓是愈发精彩了 姚子金凭着自己的本事 在上时局不但站稳了脚跟 地位也明显有所提升了 在诺大的一个上时局 人人都想高升 成为上时 可是上时之位只有一个 因此他们开始了明争暗斗 有时候连皇后都在戏谑 接下来的戏份更加精彩了 从表面上看 姚子金与孟子云交好 但实际上她是皇后的人 当时还是太子妃的皇后 为了将她弄进攻 可是花了好大一番功夫 不仅制造了身份文碟 还打电了各个部门 其目的就是希望姚子金 能进入宫中看到自己 那个英明神武的儿子 从而爱上自己的儿子 成为自己的儿媳 姚子金不是一个 被人随意拿捏的拙 她不但聪明 而且还善于利用机会 刚进攻那份 她没有像其他宫女那般服贴 反而喜欢出风头 曾被罚提领一个月 当太监告诉她 不要冲撞了贵人们的教练后 她却趁太监不注意时 在雨夜里故意摔倒 在太孙的教练前 从而被太孙饶恕了 后来 被安排去太孙处送餐 她非但不守规矩 而且还私自闯入太孙的屋里 翻开太孙的书画和奏章 要不是有主角的光环 她怕是有十个脑袋 也不够砍 她和苏月华 以及姻子平同时兼入宫 可她却选择了 更为弱小的姻子平 成为自己的好友 其用意显而易见 苏月华出生好 不容易把控 而姻子平就不一样了 她是盖户出生 好把控 最终 姚子平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如愿入了黄孙朱瞻姬的眼 成了朱瞻姬的心上人 可是 朱瞻姬毕竟身为黄孙 身边不乏女人 不可能许诺她正非的位置 因此 姚子平玩起来欲擒故纵的把戏 开始对朱瞻姬若即若离 甚至还在朱弟驾崩后 因新帝朱高智对朱瞻姬态度的变化 拒绝了朱瞻姬的好意 都说得不到的东西是最好的 这对朱瞻姬来说又何尝不是 一开始朱瞻姬还能忍受姚子金的满不在乎 可是时间长了 朱瞻姬便无法忍受了 尤其是看到姚子金和其他男子说话时 她的心里异常的难受 全然不顾身边其他人的看法 不过还好 姚子金最终成为了她的太子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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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